祝我们美好的节日 刚才小红姐妹带我们一起来读了 歌罗西书的第三章这一段经文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开篇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神的选民 是蒙爱的人 像刚才在我们上那首蒙爱的人 那首歌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都被感动了 是吗 是神的爱激励了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理念 能够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群人 我们虽然是中国人 虽然我们是来到加拿大 寄居在加拿大 我们也是从不同的背景底下出来的 看样子我们好像有很多的差别 但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一样的身份 我们是一样的 这是在别的方法所达不到的程度 别的方法达不到的 那么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 圣经上说唯有基督 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神把我们一切都涵盖起来了 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可以成为一家的人 我们可以成为一样的人 这个人是什么 就是你是蒙爱的人 这个人是什么 就是你被上帝所拣选的人 换句话说 圣经上来说就是 你是神的选民 这个身份多么的奇妙 万国万国万族万国的人 都可以在神的里面 我们可以同归于一了 我们可以成为一样的民 这个民是什么 就是被神的爱所感动 所激励的民 这个民是有着 从神来的同在和恩典的民 这个民是里面充满了饶恕 被上帝的爱所饶恕 被上帝所接纳的一群民 那么我们正是这样的一群 一群人 对不对 虽然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的人数有限 但是我们却知道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 凡是奉主民聚会的地方 我们都在一同的敬拜 我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万族万国里面 我们都在敬拜 我们派出的宣教士 奉主的民拆遣出去的仆人们 他们在各地方 在传讲的这样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上帝里面 在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成为一样的民 不管你是贫穷富足 不管你是自主的 不管你是被各样的捆绑所缠累的 这些都不重要 不在于外面 乃在于上帝的爱 临到了我们中间 我们可以成为一样的民 这是何等的宝贵的信息 这样大好的信息 借着圣经已经赐给了我们 借着耶稣的十字架 已经给我们成全了 那么我们在他的爱里面 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既然是猛爱的人 我们该如何的回应呢 我们该怎样的回应 上帝对我们的这样的爱呢 那么最好的回应 就是感恩了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 我们对神最好的回应 就是要去感谢 感谢 心存感谢 那么你的生命 就是丰盛的 有感恩的心 这个人 换句话说 他是有心的人 如果不懂得感恩的话 那么无论隔多少 那叫什么 就像死海一样 对不对 百川归纳 最后到了这个水里面 聚在一处 可是这个水 是没有活力的 是没有生命的 它里面太多的盐了 对不对 那里面 死海里面 没有办法有生物 这个活的这个鱼啊 这个海水中的生物 可以活下去 因为它不适于生长 那么我们的人也一样的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猛爱猛恩以后 我们对神的回应 要有一个感恩 有一个感激 当我们有感恩回应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拓展的 是分享的 是分享的 那么就像有人说 那么基督徒像什么 有一首歌叫做 基督徒是个流通的管子 有一位弟兄呢 他猛召出来侍奉主 释奉主 然后释奉的时候 神给他一个异象 他说神啊 你要我在你的家中 做怎样的一个位分 我该怎么样的来服侍呢 他就看到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一个大家知道 那个水管子啊 水管子不有那个三通吗 是吧 三通 两边通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是吧 这个这个三通 他看到了这么一个三通 他不明白 他说这是个什么意思 然后他得到 在他未来的这个装备 释奉当中 他就看到 啊原来他懂了 这个三通什么意思 原来神要借着他 把资源进来 然后从上面进来 然后再分流出去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 一个传递者 他就这样的 在在中国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那么他去帮助人 去去把这个资源 与大家分享 不管是属灵的资源 还是物质的资源 愿意与人去分享 他乐此不疲 这样的 今天他说 他说飞机就是 他的这个火车 他的交通工具 就是他的家 他就是这样的 来感受神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 这是个流通的生命 这个生命 可以造就很多的人 那么神造我们 同样的感恩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死的 而是活泼的 那么神要在 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做这样的一个 流通的管道 把这恩典的福音 能够借着我们 传递出去 所以我们不是 仅仅蒙恩 蒙爱 就居在这里 就完了 让我饮住 也享受 这个恩 这个爱 在自己的里面 而是要借着我们 把它传递出去 所以 那么我们在思想 既然你有一个感恩的心 那么到底来怎么样传递呢 我们每个人 神给我们的位分不一样 但是要知道 你既然是神的选民 神在你的身上 必然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托付 要借着你去传递出去的 而且除了你以外 别人是做不到的 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因为神造每一个人 就是按照明来找我们 每个人都不一样 即使是一母双生子 他也不能完全相同的 所以这世上 你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你 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人 可以取代你 那么神要在你的身上 要借着你来去实行一件事 是别人所做不到的事 是别人不能替你去做的事 这就是一个奇妙的 一个意象 一个看见 那么神要在我们的身上 是怎么样的来完成这件事呢 要我们借着我们的生活 生活也好 也可以说生命也好 也可以说我们的日子也好 总之他要借着我们 这个实实在在的 这个活的 会行动的 能讲话的 会思想的 这个实实在在的存在 来去表达 他对人的接触和爱 来彰显他的荣耀 这就是上帝了 恩典 我们是他的选民 他要借着我们 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他拣选你干什么 神拣选你以后 要你做什么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呢 今天大家很多人都在 都在都在都在疑问 对不对 上帝你拣选我 你不辞千辛万苦 你要精心的设计创造 我们这么一个人 我们看到这个人 这么丰富多彩的人 都是同样的这个五官 同样的这些器官 都是一样的 但是却是那么形形 人生百态 这么丰富不同的人 难道神 你 你很寂寞吗 难道神 你 你没有 没有其他的事情做了吗 然后你把他们创造出来 创造出来以后呢 发现每一个环节 还得你自己来维护他 你要给他空气 让他能够进来 有气息 可以 氧气可以进来 然后他可以呼吸 他可以有这个正常的代谢 然后他要吃你阳光 所滋润的这个五谷 土地所养出来的这个食物 然后他可以生命成长 可以长大 可以这个维持他的生命 所以你不单造了他 你还要养活他 然后他生了生了病了 他有问题了 那么你还得管他 他心里有问题 你要来安慰他 医治他 他做了错事 你还要来教导他 让他改变 让他引导他向善 所以你还要 不辞辛苦的 选了这么多的人 四十几位 一千多年的时间 写下这本圣书 告诉他 为什么教导人学艺 使人归正 都是有益处的 要读着话的人 使他有得救的智慧 这些还不算 最后呢 你还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子 来到这个世界 一样的在母府中走出来 从母府中生出来 然后再经过 这个人间的成长的路 然后呢 最后呢 怎么样呢 无缘无故的 被挂在十字架上 被害了 为什么 神你为什么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这么多的心 这么多的计划 然后你来到这世界 让我们成为你的选民 然后就宗旨在这里了吗 不是的 对不对 如果相信说 神要救了我们 他救我们 也能救我们 到底 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还有一个更美好的 或者说 他要使用我们 因为耶稣只有 只有一个的时候 只有他自己的时候 他只能在他身边的照顾 他身边的那些人 可是当他 把他的这个恩赐 赐给所有的 选民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照顾的就不是 那几个人了 而是照顾到 全世界更多的人 借着他传递出去了 借着他传递到更多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 传道是干什么的 传道传道 传道就是随传随道 传道是干什么的 传道就是来传上帝之道的人 那么如果一个教会的发展 都借着传道 一个人去传的话 估计可能 我到死了 也传不了几个人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不是传道的工作 传道 传道 然后道再传道 对不对 每个人其实在神的面前 都是一个传道里的人 对不对 传真理的人 只不过位分不同 有的人要 我常说就是一个仆人 来打杂 来服侍大家的 昨天有人说 传道和牧师有什么区别 有人来问 传道牧师的区别是什么 牧师是负责任的 传道是打杂的 就这区别 那区别干什么 就是来和大家在一起的 就是来和大家在一起的 来和服侍大家的 我们一同的来服侍 但今天我们的经据一样 说神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要有人要做为首 就要做服侍人 做仆人 我们若要在人生的价值 真的能发挥出来 就是要去 流动出来要去学习服侍 学习侍奉 学习生活 首先要学会生活 学会表达 这就是感恩 所以当我们借着这些 神的话 我们来思想的时候 神给我们几件事 他要来更新我们 有一个感恩的心爱 一个感恩的人 他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 首先一个感恩的人 就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 一个猛了爱的人 神要 首先要在我们身上 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从外面被找回来 大家都看过 那个三毛流浪记了 对不对 那是中国 不是那个女作家三毛 是一个电影 三毛流浪记 那是很老的一个片子 黑白片 那个三毛是个流浪的孩子 没人要的 我们从国内来的 很多看过 那那个小孩子没人要 后来有个有钱的人 他没孩子 就把他给捡回来了 看着孩子长得挺别致的 很有特色 大鼻头 然后三根毛 别的就没有了 所以就看到挺有特色 就把他顶回家了 顶回家以后 他是个流浪的孩子 他流浪到他没有吃的 穿的也破烂 他就到处脏兮兮的样子 那么这个有钱的财主 把他领回家以后 干什么呢 能不能让他脏兮兮的 把他摆在餐桌上 客人来了 要请他吃饭 不会的 对不对 要他干什么 要给他洗干净了 对不对 要洗干净了 然后给他穿上漂亮的衣服 穿上漂亮的衣服 把他打扮好了 原来那三根毛 是立着长的 把他也麻死了 再抹点油 让他倒下来 还变得绅士一点 然后家里给他摆宴席 说我现在又有个孩子了 大家请亲戚朋友 一起来吃饭 一起来欢聚 那我们看到 这是财主在对待这个孩子 这个流浪的三毛 我们呢 神拣选我们 我们以前的人不认识神 有感恩的心 都是有良心的孩子了 懂得回去对父母说感谢的都是不简单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不认识神的 我们大家活得都很 很孤独啊 越长大越孤单 曾经说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书 我有个同学 有个同学呢 他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弟兄 他也是在学校里面 我们一起受装备 释放主 他带着妻子孩子来到加拿大来读书 那么那个时候呢 然后他就说他很有感而发 他说那个时候我那个 他说一个人的孤独啊 是孤独 那么两个人的孤独啊 那才是真正的孤独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觉得孤单 两个人的时候呢 那个孤独那就没办法倾诉了 其实人不能了解你 不能了解 真正了解你的很很少 人的这个这个很很孤独的 为了为了让自己能够能够找一个清新的地方 就很多人都喜欢喜欢安静 独处一个人的时候 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没有这个压力 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人是比较孤独的 那么神在我们的里面 他要给我们的是一种 接纳以后 赦免以后 神遮盖我们 让我们的心不再孤独 因为我们有陪伴 神和我们在一起 以前我们孤独 因着孤独而产生了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我要把我的东西 什么是我的 所以一个小孩子 最早学习的话就是 会我的东西 他要认有自我认知 这是一个 在教会里面 有两个儿子 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完全不同 大儿子很憨厚 但这小儿子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非常聪明 大儿子叫Joseph 小儿子叫Jack 雅各 所以呢 这小儿子真跟雅各一样 很聪明的 然后呢 他聪明到什么 他什么事 凡是他父母 不管任何人跟他说的 说的所有的话 他回答只有一个字 就是No 然后呢 他去想办法的 去欺负哥哥 他大儿子就很生气 每次被弟弟欺负就很生气 很委屈 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是弟弟 如果他打弟弟呢 爸爸妈妈又不高兴 可是他被欺负的心里 没法诉说 他很难过 很生气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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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啊 但是他们都在教会里面 现在孩子们长大了 长大了 前段时间呢 上上礼拜 他们举行那个表演节目 他们做的那个VCR还获奖了呢 被被躲了奖品 其实你看到 在人最起初启蒙的认识就是 我的 我的 别人不可以愉悦 别人的 哥哥的 我想要 那我拿来就是我的 你要拿走 不 分享 不可以的 不 你要我去跟哥哥和好 不 不要不要的 这就是人最启蒙的 最基本的 最启蒙的认识 就是没有安全感 孤独 没有安全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底下 即使是感恩的话 也是因为有限的感恩 对不对 这个感恩很有限 很有限 很有局限性 所以这样的生活呢 就很有问题 很有问题了 那么回到神的面前来 他拣选我们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障碍 这个屏蔽 把它出去 把这个捆绑出去 然后给我们洗干净以后 穿上新的 所以在这里面用一个用词 非常的宝贵 就是说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 洗干净了 圣洁 蒙爱的人 就要存 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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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那么这个里面 看到这个存 就要存 怜悯 恩 此 谦虚 温柔 忍耐 可是原文里面 这个存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穿 对不对 穿 很形象的 你以前是破烂的衣服 现在把它脱掉了 然后呢 这个 你以前是脏的 现在把你洗净了 用主的保血洗洁净了 成为神的选民了 然后要穿上一件新的 穿上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是什么 是怜悯 恩慈 是谦卑 是温柔 是忍耐 这是神给我们的 一个新的品质 新的思想 换句话说 它是心吗 我们中国人 对心的理解怎么解释 什么是心 心在哪里 我主啊 你住在我心里 这心在哪 就你这个心脏吗 心脏它有什么 它就是个磅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磅 磅血的 如果你生病了 这心脏要进行手术的话 你没有这个心也可以的 把这个血液传导出去 用另外的机器 在体外循环 你也可以还活下去的 所以这个心 不是这个心脏 这个器官 心是什么 在中文的理解里面 在中文的理解里面 心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观念 这就是心 以前的意识是我的 不管怎么样 我要保护我自己 跟别人 跟我不一样 所以我要活得 与众不同一点 我的 这是我们以前的意识和思想 这个意识和思想 将决定了你的行动 你的生活状态 现在神说 他成为他的选民 他把我们捷径了 现在他要 要来给我们 穿上一件新的 新的是什么 一个新的思维 新的思考 一个重新的意识 对生命的意识 对人的意识 对自己的意识 所以怜悯 思想里面是有怜悯的 当你想 你的思想里面 是有怜悯之心的时候 怜悯的时候 你看到了 那个有需要的人 你会有同情 有诗语 有这种认同 怜悯 恩慈 愿意与人分享 谦虚 以前不觉得谦虚的 我一定要比别人强 你比我好 我一定要比你更好 你比我有遭苦难 我一定要比你的苦难更多 当你看到一些年轻人 他们在交流的时候 很有意思 说我不信 我家里头从小那个什么 我家里头没人管我 我怎么样 然后他说你 我比你还差 我比你还不如 他说比这个 其实没有必要 你在这个比较上 就吸引别人的眼光 让别人在意自己 这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认知 一种状态 一种表达 可是神说 你要谦虚 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 神要给我们穿戴一个新的 就是谦虑的 活在这儿 很谦虚 在神的面前说 上帝是主 我是仆人 我是仆人 我愿意来服侍 愿意来帮助 愿意来做 神所给我能够力所能及的事 谦虚 温柔 温柔 忍耐 很多弟兄他们做见证 多了个特别是一些开卡车的司机 这个弟兄 以前在几个教会里面 他说信主以后 别的感受没有 感受不多 别的感受不多 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呢 以前在开卡车 在高速上 401 404 400上面 高速上的大刹很多 大卡车 那么他们是开卡车的 所以他开卡车的时候 他就说 我不信主 谁要从我这小车 从我那边超过了 我都罵得一句不可 如果我能比过他 我一定最让他超过他才行 我比他大 我要看看 咱比一比 看谁厉害 在高速上 反正要将自己脑子兴奋 不然的话会沉睡 开长途很累的 所以他就是 就是这样的 谁想超过 我一定要超过他 不可以 我超不过他 我就骂他就可以了 他是这样的状态 可是后来他信主以后 他说别的我不知道 信主以后呢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不气了 谁要超 你就超吧 我就按着我的道 往前走 这是他最大的感受 他不改变了 不再去那么 要回应 那么强势的要去反叛 要去反抗 而是 我不 我不care他 他怎么来 来超我也好 在路上遇到任何状况 我觉得 就安全重要 让他过去就算了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宽容 有这样的一个温柔的 进行下来 就是他的改变 这个穿上是什么给的 你不是他天然有的 对不对 不是人的这个 靠着我们自己 就是我想要改变 能改变得了的 这是上帝穿给我的一件衣服 让我们去忍耐 忍耐 忍耐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忍啊 可以忍一时 但不能忍很久的 忍无可忍了 就会反抗 但是神让我们忍耐 很久的忍耐 这个忍耐里面 是有 绝对有 有力量的 动作 动的时候不容易 但是静 更不容易 大家可以操练一下 安静 如果你们 我们那个 能够有机会的话 操练一下 安静 当有那一刻 静下来 灵修的时候 只有神 你思想和神的关系 而别的什么 都不会再干扰你了 没有任何的干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你真正想静下来 祷告的话 你都做不到 一静下来 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图画 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是很难能够静下来 这是一种力量 忍耐就是这样的一种力 让你去忍受 而不去行动 让你存着盼望 存着信心 存着希望 即存着期待的忍耐 这个忍耐 不是无忍客人 我因为实在没能耐 不可以的那种忍耐 而是你 不要自己去动 让上帝在动 存着希望 存着美好的 期待的一个忍耐 那是一个绝对不容易的事情 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 当神来到这个世界 他忍耐这个世界 他一直看到了那个未来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他看到了将来在天国里面 有万国万族的民意 同着在他面前敬拜 所以他忍耐 忍耐 直到他把这事成就为止 忍耐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因为他看见了 前面摆在他前面的那个荣耀 他忍耐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所以忍耐是要有眼光的 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 逼不得已之下的 唯唯诺诺的 不可以不能之下的那种 生存之道 不是的 而是真实的 带有盼望的人 这是神给我们穿上了一个新的思维 新的思想 不是我们只看现在 而是一个新的生命出来了 所以当这个生命 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出来的时候 你在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你在与去处理你自己的问题 在与去 我们在处理我们生命中 生活中所面对的方方面面的时候 你的表达都不一样 首先会出 饶恕 对不对 你会包容更多 这叫包容性更强了 更大的涵盖 所以上帝说 在上帝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 有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道教 儒家思想 这么多的信仰都摆在一起 那我要选哪一样 哪一样是最好的 其实真的 如果你真正认识神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不必把他们摆在一起 自己来选 那么辛苦 真的太辛苦了 因为上帝从来没说 我只显显基督教的人 只有基督教里面的人 我才是救他们的 我才是爱他们的 上帝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爱世人 世上所有的人他都爱 救恩给世人的 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焉 人人都悔改 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的 你要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感受他的时候 愿意拖下你自己的救人 他就给你能够穿上一个新的 你不需要自己去选择 好像看起来是我选了一个信仰 实际上是上帝拣选了你 对不对 是神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我们是被神拣选的 不管你是什么背景 神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所以当神要在我们身上 做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 携进我们 又给我们穿上一个新的 新的思维 新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在出来的时候 就是把上帝的这份爱和包容 能够表达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 穿上的是爱心 爱对不对 有爱可以出来了 爱是活泼的 爱是有行动的 不是自己 光心里头自己在那里揣摩的爱 那样的爱太痛苦了 那样的爱 而是让你能够表达出来的 爱能够联络全德 爱能够联络全德 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教义 不是在争论哪一种的教派 是正的 是错的 我们是说 上帝的爱 要借着他所拣选的名 要散播给这个苦难的世界 散播那些还没有接受恩典和真理的人 神要穿上 给我们穿上一个爱 这个爱能够让我们 不单对上帝有爱 我们对自己有一个爱 能够真正的爱惜自己 而不会去放纵自己的私欲 不会去浪费自己的光阴 不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罪的器具 而不断地去做一些恶的事情 这个爱 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懂得尊重自己 更加地尊重别人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在神的眼中 看为宝贵的 每个生命都是 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 不会轻弃人的这个价值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 这样才是有真正的权利 而是作为人的权利 作为一个在地上可以生活的 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 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基础 就是彼此的相同 彼此的相爱 这是神所给我们穿上的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很多人说 有弟兄还说 说福音真好 这个上帝的爱 真的这神的家子不错 我很愿意来了解来究竟 但他会有一个困扰 他说如果这份道理 这个神的道 要是能够行出来的话 如果能被他人人都知道的话 那个这个事迹就真的和谐了 这国家之间和谐了 人和人之间就和谐了 他说的不错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问题是现在我们 神就是盼望这样的一个世界 对不对 可实际上 我们真正在这里面领受的 愿意回到神面前的 不多呀 对不对 孩子是因为认识神的不多 那么只有在神里面 被他拣选 他能够给我们穿上这个爱 我们才能够联络全得 才能够联络全得 那我们可以 在我们家里面看 神说他爱我们 他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一份真实的平安 真实的平安 他说师父解说 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为此猛招归为一体 就要存感谢的心 存着感恩 那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我们聚会彼此问安 上帝说 你们心信他的人 有平安 有喜乐在你们里面 在你们里面 那么什么叫做 有喜乐有平安是一回事 那叫喜乐和基督的平安 在你心里做主 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样能让他 在我们心里做主呢 基督的平安又是什么呢 那么基督 他平安吗 或者说 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的 或者从基督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平安是什么 这个平安是一种关系 同时讲讲 不一种关系 一种和好的关系 在基督里面 在耶稣里面 我们和上帝和好了 在基督里面 我们的生命 不再像我们过去 所看待自己那样子 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是神的眼光所看的 我们是猛爱的人 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这个关系让我们决定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能够有新人的 新的思维 新的方式 可以说 我不再计较别人对我的伤害 对我的误解 对我的一些的攻击 或者是不理解 基督的平安是什么 是关系在先 让这个歌神的关系 能够在我们里面 真正的和好 这是最重要的 基督在我们的心里 这个关系恢复了 是最重要的 所以耶稣一直在说 他说他在上十字架之前 我们看耶稣的平安 他在上十字架之前 他在科西玛尼园中祷告 他相互怎么祷告的 既要上十字架了 那有平安吗 很多的那些百徒 要来抓你了 那些兵丁要来抓你了 而且不但要抓你 还要把你苦害 还要在众人面前羞辱你 用打你 然后还要再 把一些乌须有的罪名 加在你的身上 然后还要把你送给官府 来控告你 最后还要在群起 而公知的情况下 定他十字架 定他死罪 最后也无缘无往的 就被定罪了 然后被挂在木头上 赤身落体 我们已经 艺术家已经够 够那个 留面子了 按照真正古代的 那个十字架的酷刑是什么 连个遮羞的都没有 就被挂在上面的 我们的艺术作品里面 是还留着个东西 实际上怎么说 他的外衣被人分了 里就算一件内衣 就一件内衣 他妈妈给他做的 最后因为一件衣服 拆不开 最后就粘筋给分了 谁拿到就算谁的了 所以真正的 这个时候这样的羞辱 他怎么能有平安 可是耶稣呢 他是怎么说 基督的平安 他说 父啊 你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呀 倘若这杯可以挪去 请你叫这杯挪去 如果你不挪的话 一定要我喝 愿你的旨意成全 不照你的意思 不照我的意思 他是那样的认定了 他和天父的关系 他与父缘为一 他从天降下 他仍旧在天 他和父的关系 决定了 他在面对接下来 一系列的环境的时候 平安在他里面 做主 如果我们和关系 和神的关系 有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里面 没有真正的认识到 意识到说 我们和神的关系 神是这样的 对我们 爱我们 拣选我们 拯救我们的话 我们在面对一系列的困难 很难的 出来的 不是披戴的 那个新人的样子 都是旧的血气 凭什么是我呀 为什么是我呀 怎么大家好好的 怎么就我生病了呀 怎么就我遇到这个环境 这个问题呀 当我们有平安做主的时候 会感恩 父啊 虽然我不明白 但是我愿意感恩 凡事写恩 这是神在基督里 给我们所定的旨意 那么末后 我们会看到 神的福 神的恩 神的万事互相效力 那个好处 那个一处 那个结果 会让我们看见 让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 做主 基督的平安 已经赐给了我们 耶稣的平安 他已经给我们 他说到门徒说 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不是这个世界 所能给的 这个平安 世人也夺不去的 我已经给了你们 我愿意和你们和好 我在基督里面 上帝和我们 和尔为一了 让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这就是一个 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 让他来做主 让我们追求 竭力的追求 能够与神的关系的和睦 与神关系的和好 倘若现在我们还不能的话 那么就真的要竭力的追求 进入到处的里面去 主啊 我不想在外面流浪 流浪的日子 真的是有这顿没有下顿 真的是 我不知道我要在哪里睡 我不知道我要在哪里住 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我只是飘舞 飘泊流浪 我孤独 我困苦 主啊我要回来 要和你和好 要你的平安在我的里面 让我能面对 今生所要面对的 每一个道路 让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做主 我们竭力的追求 怎么样追求呢 就是用各样的智慧 你说怎么样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啊 这个平安不是一个表面的 一个只有一个 是一个理念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真正的平安是什么 就是用各样的智慧 把他的道理放在你的心里 你得有神的道 你才有他的平安 没他的道 那平安哪来的呢 就不明白了 以前有一些的肢体 在遇到问题 他说我祷告 祷告以后我有平安了 然后我觉得这事 我就可以做了 其中有一个肢体 一个姐妹 她就说 她因为她的家庭生活 一直给她带来很多的困扰 夫妻关系不是太融洽 而且是越来 情况没有往好转发展 而是越来越差的地步 所以她就说 不行了 这个先生已经在外面有人了 我们过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得分了 不能再过了 所以她就来到神的面前 来祷告 她是基督徒啊 她就来祷告 她说主啊 我离婚可不可以 我分开 我们分开可不可以 然后那个 大家都劝她 说你们那个能 那个能 倘若可行 你们都各自反省一下 大致有什么问题 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多年了 怎么 莫怕就奋斗了这么多年 两个人在一起 怎么到现在 就没什么不能调解的东西 她说我现在 我不知道 我就祷告吧 她说祷告唯一的平据 最后她决定 他们最后真的是分开了 最后一平据的平据是什么 就是她祷告以后 她说我祷告了 象征祷告了 可不可以离婚 我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分 然后她祷告完了以后 她说我很平安 所以别人在说什么 我祷告了 祷告的结果是 我很平安 所以我可以分 那么她分了以后 她是否平安呢 可以说 并不平安 不管是生活的不平安 还是她心里的不平安 经过了很多的一段时间 可是她那个时候 她说她平安 所以这个平安呢 不是基督的平安 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做主 一定要有神的道 没有神的道 你那个平安 可能是被仇敌 所欺骗的假冒 你看到现在的传媒 现在的电影 电视 你打开 有关中国频道的 所有的电视 讲到小三上位的 这个喜后的家庭生活 是多么的幸福 讲到离异再婚的家庭 会是怎么样的 可以经过缘分 当然还可以找到 人间的幸福 所以说没什么 大家都这么生活 这是传媒说的 我们身边的朋友 都这么过的 那凭什么她能过 我就不能过呢 所以既然能过 我也能过 我比人家差什么呀 所以我祷告完了 我很平安 我就可以做了 你要知道 这个平安 不可以随便乱讲的 不是随便说平安 就真平安了 这个平安的 真的是神负责任的平安 你才有平安 让基督的平安 在你里面做主 就是要把神的道 疯疯疯疯疯的 放在你的里面 思想里面 让神的道来指导你 不是这个世界的原则 指导你 不是撒旦 虚假的教训 来指导我们 那样没有平安的 怎么样把这些道 疯疯疯疯疯的 藏在我们里面 你说我读圣经 我读 我记不住 唱诗歌啊 敬拜赞美 唱诗歌 唱小灵歌 你说我不知道 我是猛爱的人 当我们唱那首 刚才我们那首诗歌的时候 你的这个音乐 旋律响起 你就知道上帝是爱你的 诗章诵词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神的道 在你的心里面做主 你就是有真正的平安 你的生活 有神的道来指引你 你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因为神是你的主 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 这是一个感恩的人 所经历的丰盛 所经历的生活 所以我们无论干什么 无论是做事 无论是说话 我们都可以奉耶稣的名 来把荣耀归给神 对不对 我是有主的 有主在我们里面 有神与我们和好 我的身里面 我身上 替代了神 所赐给我们的 全辈的 新的思想 新人的样式 那么无论做什么 我可以把感谢 献给我们的神 心里面 真实的存在着一种感恩 这是神 在基督里面 给我们所预备的生活 这是每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生活 竭力的追求 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 他已经把 那个衣服 都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越是认识 他的话 越是亲近他 和他的关系 越亲密 我们穿上的 越牢固 穿上的 越紧实 对不对 所以说用真理的袋子 塑你腰 有了衣服 你还得有个袋子 把它系起来 不然这个衣服 会掉的 会散的 用真理的袋子 来塑紧你的腰 你就可以去 动作存留 去生活 去打仗了 去在生活中 去经历了 那么生活是丰富的 感谢上帝 他给我们的 是何等丰盛的人生 他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给我们计划了 非常的丰满 非常的复数 在神 天地都是他的 他还有什么 不愿意与我们分享呢 既然他把他自己的生命 都给我们舍了 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以前 所以在这感恩的季节里 我们一同的献神 献上感谢和赞美的季 更要把我们自己 带来献上 你怎么样来感恩呢 最好的感恩方式 就是把你自己 当作一个献给上帝 说主啊 我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来接近我 光照我 更新我 改变我 让我活得 不再和明天 昨天一样 明天会更好 对不对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会更好 这就是感恩的生命 感恩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在这里 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深知你是何等的 慈悲怜悯 又丰富 又智慧 又荣耀的一位神 主啊 你愿意灵格在我们世人当中 你知道我们的苦境 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然而主啊 你都已经为我们担当 你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 你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 主我们在你的面前 可以全然的得释放了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荣耀 丰盛的未来 也更加赐给我们 这样宝贵的生命 愿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主我们的教会 都在你的面前 来到这里面的每一位 你所爱的 都在你的面前 求你亲自的更新变化 求你亲自的坚固和造就 让我们的生命 真的是成为一个 被你能够传递你爱的 能够有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彰显在这个有限的世界 和苦难的世人当中 主我们仰望你 我们亲近你 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了 愿你与我们同在 以后的日子 直到我们去见你面的哪一天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 我们的仰望 感恩 都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Alan 我们谢谢 感谢神第一个 再来就是 谢谢神在